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独自带着孩子 就在他们熟睡的时候 突然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亚洲怪谈之马来西亚片 女孩和男人一起生下了一个孩子 男人家里有钱有势 但他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于是只找了一个混混告诫女孩 让他赶紧离开 绝望的女孩也想过抛弃孩子 但每当准备这么做的时候 他又不忍心 最后他决定自己抚养孩子长大 并带着孩子住进了一栋租房 某天他哄着孩子就睡着了 忘记了厨房还在烧水 紧闭的门窗让煤气充斥了整间屋子 邻居闻到味道前来敲门 可是怎么都没有人应答 交集的邻居便按动了电子门铃 就是这一案直接引发了爆炸 而母子俩在火灾里直接化为交叹 夜里一群人围在母子俩坟前 这伙人的带头人名叫利姐 他挖出母子俩的尸体 想干什么呢 原来他是想用孩子的尸体养小鬼 画面一转 来到一座专门养鱼的村庄 这村里的鱼是成群的死 人也是成群的病 然而专家排查之后 并没有找到任何污染元素 一些迷信的说法也开始流传起来 都说这村里被人诅咒了 为了安定人心 议员阿祖前来调查 这可是他拉拢人心的好时机 但科学的方法也是了 驱魔的巫师也请了 怎么着都没见成效 鱼反倒越死越多 就在阿祖心烦意乱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就是利姐 阿祖见利姐眼熟便上前搭讪 利姐直说她遇到了麻烦 而自己有办法帮助她 阿祖以为利姐是个骗子 头也不回的上了车 却在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玩具小人 只好又下车去询问利姐 原来阿祖的儿子在两年前去世了 而这个玩具就是他儿子的 利姐表示 不仅能帮他处理村子的事 还可以告诉他 关于他儿子去世的详情 阿祖听完 随即答应邀请利姐帮忙 在利姐的帮助之下 村子的危机很快就解除了 而阿祖也因此得到了村民的爱戴 然而助理却很怀疑利姐 原来前一晚 他看到利姐在鱼塘边神秘的做法 草丛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跑过 于是偷偷地跟踪利姐 却在林子里看到了利姐养的小鬼 他惊恐地逃跑 并准备将利姐的事告诉给阿祖 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 一辆车撞向了他 送医院路上 助理就弃绝身亡了 而此时的利姐已经得到了阿祖的信任 还趁机诬陷助理挪用公款 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 现在他说什么都可以 很快利姐怀了阿祖的孩子 为了让孩子名正言顺的出生 阿祖和自己的正牌妻子 离了婚 尽管母亲百般劝诉 也没能扭转她的心意 而此时镜头呢 转到了利姐这边 孩子还没出生 他却已经开始准备奶粉了 而诡异的是 奶粉竟然在凭空消失 而自内以后 阿祖开始作噩梦 总是梦到一个小孩出现在自己家中 还总是梦到利姐 似乎他俩在梦中就已经认识很久了 一开始阿祖怀疑是前妻对自己怀恨在心 对房子做了手脚报复他 直到这晚 他在家中看到了这一幕 阿祖下得摔射的准备 掏出一把刀想查看 却不小心被玻璃扎到了脚 他忍着疼痛走到另外一间屋子 看到一个眼睛闪着光的小鬼 在他家蹦跳 正当他准备开灯看清小鬼的时候 利姐却打断了他 并劝告他习惯这家伙的存在 因为这只小鬼他们才有了现在 阿祖不知如何是好 但还是按照利姐说的做了 利姐为他包扎好伤口 并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他母亲年轻时十分美丽 曾经做过一个达官贵人的情妇 而他就是母亲和那个达官的女儿 然而那男人在他出生之后 却抛弃了他们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正妻和正妻所生的儿子身上 他们生活在前途璀璨的光环下 而他和他的母亲 则生活在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中 因为那个男人不仅不理会他们母女的生活 还侵犯他 让他怀上了孩子 最后又逼迫他打掉胎儿 母亲知道之后 接受不了 疯了 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 因为对那个男人的怨恨 他决定要复仇 然而他没办法让男人付出代价 因为那男人已经死了 所以他决定向男人的儿子实施报复 毕竟负债子偿嘛 说到这里 阿祖明白了一切 他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第一次见丽姐时 就觉得他那么眼熟 原来丽姐所说的男人 就是他的父亲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阿祖接受不了这一切 崩溃之后 中风瘫痪了 而他的一切都被丽姐母子所继承 这个故事呢 来自亚洲怪谈第五集 讲述了一个女孩 因遭受不公待遇 而进行复仇的故事 男主父亲所做的事 的确够令人神共愤 但很多人觉得 对于男主来说实在是无辜 他甚至连 丽姐母女的存在都不知道 就更别说他老爸干的事情了 但从他轻易抛弃 原配妻子来看 男主并非重情义的人 所以走到最后一步 他也并不完全无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